温延的九龙江水东流去 在九龙树海的地方 一座五百六十多年历史的闽南古村 被阴阴河水环绕着 这里就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代美古村 虽然深海高速公路张州港出口处 距离代美古村仅有两三公里 但这里好似一处被人遗忘的世外桃源 代美古村四面环水 古错成群 三十多米宽的水道 蜿蜒绕村而过 四条长龙盘绕着古民居 清城港环舍 舍珍港的独特景观 走进古村 仿佛依稀听到历史的低沉回音 代美古村 于明景太年间 由开张圣王陈元光后裔开机 几百年来 村民严守仙人 静改建筑格局的陈家义讯 古错群绑水而建 成轴对称排列 四十九座明清时代的古错 一律向北 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建的 踏入古村 典型的缅系红砖建筑风格扑面而来 石器墙体 红瓦雾面 厚重装力 室内木雕 砖雕 泥塑 两拱窗花 小时代艺带舖宫 大师 亦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进入月 当地政府极为重视戴美古村的保护和修缮 2016年在戴美城市古厕 就建起了这座占地面积 约250平方米的嘉峰堂 嘉峰堂以传嘉峰嘉训 讲嘉珍嘉裕为主旨 立足戴美古村建筑的和文化 从不同角度展现弘扬闽南特色的嘉峰文化 让和谐优良的文化传统与闽南古厕交相会议 近几年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 戴美古村以明阳海内外 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游客前来观光 让人流连忘返 都转星移沧海桑田 戴美古村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 戴美古村文风鼎声的岁月 已经随着南西河的闭波远距 但古村古运游存 雄风游载 自然成群的古厕令人神往 碧水淋淋的风光使人艳羡 走进戴美古村 走进民运水乡 一个惹您相愁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